全国慢速壘球锦标赛在暖暖运动公园登场 八只来自各地的选手在球场角足 更要以球会友让身体更健康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来了这个八个队伍 那本地有两个队伍 那由高雄 嘉义 苗栗 新竹 桃园 新北 台北 还有宜花 55岁以上的这个爱好壘球所组成的 现在在比赛的队伍是由苗栗对桃园 这场地很高兴我们把它整理得很OK 各队来到这边都觉得很高兴有这样很好的场地 而且风光明媚 慢速壘球对球速有严格的规范 将棒球的威力降低 让年长者也能安全参与 是一项高度可及性且具挑战性的运动 为期两天的赛事学手们都很期待 我们是从桃园杨梅过来球队 我们都很喜欢打球 交朋友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从杨梅来了13位球员 希望这两天比赛大家都会带快乐心情 愉快心情回到家 我们谢谢主办单位 谢谢主委 台湾体育总会兼市会主席 同时也是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郑锦舟 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他提到基隆举办这类赛事 不仅推广运动风气 更为地方带来观光商机 对基隆的发展有极大的助益 是113年全国曼州累球锦标赛 附近的发展全部都满 所以说我希望市政务多多来办理这种体育活动 增进我们的所谓市民健康 也给基隆的商业会 我本身商业总会理事长 我最知道办这种活动不只说带动我们基隆经济效应 包括旅馆业 餐饮业 卖纪念品的 所以说希望办理这活动 我们可以多多和外县市的选手联谊 也对本市的经济创造一些经济的效应 市议员郑文庭也到球场为选手们加油 同时也将基隆之美推展出去 希望透过体育的这一个运动赛事的举办 让更多外地的观光客也好 或者运动选手也好 都能够来到基隆看到基隆的美好 看见基隆的魅力 更能感受基隆人的热情 全国曼州累球锦标赛围棋两天 欢迎合家大小们前来一同体验运动的乐趣 也为选手们加油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